不得不说,德云社的嫂子都是神仙颜值。 8月22日七夕情人节,张赫晴晒出与妻子的合照。 看到张赫晴和妻子的合照,不少网友直呼, 嫂子真漂亮,想要组团抢嫂子。 也有网友俏皮的评论,非常客气地询问张赫晴嫂子有男朋友吗? 面对如此的网友张赫晴也表示没听说过, 看到又一位德云社嫂子有如此的神仙颜值, 不得不让人羡慕。 对于张赫晴,相信许多网友也是非常的熟悉, 在没拜师之前就已经小有名气, 凭借着实力斩获过CCTV相声大赛金奖, 还曾登上过蛇年央视春晚, 几乎所有青年相声演员能收获的荣誉都懒入怀中。 如果今天淘汰了,明天就可以到德云社去上班,好吗? 张赫晴是属于代艺投师, 与刘赫安在参加相声有心人时, 被郭德纲收为徒弟,成为了相声界的一段佳话。 加入德云社后,张赫晴跟搭档刘赫安也是兢兢业业的在德云社小剧场进行演出。 至于张赫晴后来为什么与刘赫安分开, 二人都没有过多的透露, 也许是为了两人更好的发展。 如今,张赫晴是和诗书刘哲一场演出, 在演出过程中,张赫晴也越发地沉稳, 也创作出了许多新的节目, 特别是与副总相关的节目, 精彩的调侃与杂卦, 让张赫晴的热度、人气也不断提升。 张赫晴和刘哲的相声, 也让不少观众感受到了相声广播里的味道。 如今,张赫晴、刘哲已经成为了德云舞队的底。 而这两位,凭借着新作品和精彩的展现, 保证了舞队的票房和上座率。 如今更是参加了德云三宝的专场演出, 实力不容小觑。 张赫晴晒出与妻子共度栖息的照片, 备受网友、粉丝的关注, 也是他人气提升的最好佐证。